夏末哥哥 你以后能做我的爸爸吗 呀呀 你怎么爬到这山上来了 夏末哥哥 我以为你再也不会来这里看我了 到底为什么他们都不要我了 你怎么哭了 你别哭啊 你别哭 那你怎么回事嘛 你告诉小楼哥哥 他生了什么 我妈不要我了 他走了 他离家出城了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今天睡醒 那时候他就给我发了一个这样的视频 你看 看一下 等你说谁呢 妈妈你正在去打工的路上 你在家里要去外国的话 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 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 才会整一下心情 如果说 你想不说 你就回学校 如果你还是想要出去打工 你有任何的事情 都去找小楼哥哥 小楼哥哥一定会帮助你的 还有你找一个小楼 让他不用担心 我 我会照顾好自己 感谢他这一段时间 对我的 帮助 对我们的帮助 然后其他的 我也不多说了 你在家里好好照顾自己 注意身体 你先别哭了 然后我看到了这个视频 你妈妈其实也不是不要你 她那么爱你 怎么可能不要你呢 她肯定遇到了什么事情 或者有什么难言之意 是不是 没有 我这几天在家里是很听话的 这几天跟我妈说话的时候 就感觉不正常 感觉她好像就在给我 交代一些东西 我也没有在意 没想到今天早上她就离开了 她跟我说 她在这四夏天决心 要出去打工了 她是不会回来了 小楼哥哥 我帮那边有了 我妈也不要我了 我妈也出去打工了 也不管我了 我该怎么办啊 小楼哥哥 你以后 能做我的爸爸吗 瑶瑶 你这孩子说什么 啥话呢 我怎么可能做你的爸爸 我比你大不了多少岁 你觉得我怎么可能 做你的爸爸呢 是不是 我妈说你是个好人 你能好好地照顾我 我感觉 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瑶瑶 你先不要哭 你也不要这么去想 既然你妈妈把你托付给了我照顾 那么我肯定也不会让她失望跟担心的 我也肯定会全心全意地帮助你 来照顾你 但是你说的 作为你的爸爸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会把你当成我的亲妹妹 一样去关心你 呵护你 照顾你 行不行 那好吧 那我以后就叫你哥了 谢谢你了小楼哥哥 好了瑶瑶妹妹 你现在也不要担心了 她既然离开了 也跟你说了 那你妈妈也肯定也不是莫名其妙地离开 她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 她估计是不想让你和我担心 所以说呢你也不要担心 我这边肯定会托人打听她 在哪里工作 做什么 所以说你放心 她可能也觉得你是长大了 有自己的选择 所以说才放心地离开 她那么爱你 也肯定是不会不要你的 所以说她下定决心 要去外面工作的话 到时候我托人去照顾她 不会让她在外面受到一定的伤害 和委屈的好不好 所以说如果你想她了 我也会带领她 带你去找一下她 可不可以 那你有消息 一定要及时地告诉我好吧 行行行 那没事的 那我是这样 我先送你回去 你在家里面冷静一段时间 要听你妈妈的话 照顾好你的外公外婆 然后听话 才是最孝顺父母的最好一种方式 行不行 那你就别哭了 把眼泪擦干 勇敢地站起来 好不好 那我先送你回去吧 走吧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